〔啤梨漫步〕 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狂追猛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日我和我們有大隻GOOD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去做一間清湯腩道吃麵 第一就是挺好吃的 鄭介紹我去 不過他介紹我不是那間 都是同一個品牌 第二就是那裡被我發掘了一個19歲的少女 來自青春的 而且我和大隻光 大隻光就說真的很漂亮 你說大隻GOOD 大隻GOOD 他就說很漂亮 我覺得他也挺漂亮 但是我慢慢細看他 我打算今晚看我會不會去吃 我打算他如果一天轉風的時候 就直接要通知我 我覺得他不適合那些地方 首先我對他做任何職業 完全沒有什麼介體 但是問題是你在牛雜店裏幫忙 我覺得你這個年幾十九歲 就應該要這些事情 你三年五年後都可以去做 就應該再找多些機會給自己 因為我希望 我希望如果有娛樂圈 或者做無特兒嫁的朋友 我希望看到他 他不是說靈得那麼厲害 高度也不是高度那麼厲害 我想五隻四五 五隻五六 或者身材也不是說 看見你火辣 但是他真的有一股氣質 真的有一股 不是倫家少女 他令我想起 真是很對不起 或者大家可能覺得我一些誇張 他令我想起 我一魂我重那年來 的時代的胡遲忠 或者窗外的林青夏 他真的令我想起 他那個氣質很文靜 所以我說如果你想轉工的時候 就是出生 為什麼呢 我覺得他很有觀眾緣 但是他廣東話還沒得 他還可以做節目呢 你舒淇有這樣的考音嗎 還沒節目那麼好 他剛剛在那裡一個月 天津 不過他已經懂得聽完所有廣東話 始終是年輕 慢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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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還有他很普遍人喜歡的 真的很有觀眾緣 你知有些很漂亮 可能很真 真的很妖惑 那我覺得他 嘩 我心想 嘩 就是大石說 你介紹我兒子 我心想 喂 第一我兒子未必喜歡 第二 他自己認識 就可能說這個女生 你老爸介紹就不對 現在你的年代 哪有這些東西 對不對 我心想 如果有這樣的媳婦 我可以爬灰 嘩 正啊 好了 那 因為 是 很多人喜歡的 我覺得這些人 這麼勤力 做事 這麼未見他停手 那些姐姐在那裡聊天 他在那裡搬筷子 搬東西 這些 真的很難得 真的很難得 好了 這一節 我講安達臣 就不斷說一下 我們都是 拉拉閘閘 這個禮拜 我最緊張的 當然是繼續關注 英超 前三 曼城 曼城 昨天4比0 就破了這個 白麗頓 現在就落後 阿仙奴 一分 但是打少了一場 就是說 曼城 只要在餘下 四場賽事 五場 他就贏了的話 他呢 就是一定贏冠軍 只要贏了 贏了 看那個款 就沒有什麼難度 有一次 最難是二次 最後一場 但是 你二次 如果打到最後一場 如果他還有得爭 這個就微妙了 他還有得爭 前四的話 他當然會落力去打曼城 但是如果 還有得爭前四 他可能這星期 對阿仙奴 因為他一場都不能失 當然 這個不是絕對 因為維拉是跟著 都可以會輸球的 那你就要看他的戰意 當然 我自己 你說我Kai也好 我覺得 話就說他是阿仙奴的死敵 我想 作為球員 他不管了 是不是會益到阿仙奴 還是怎樣 總之 你要先拿冠軍 你問過我 你 昨晚我沒有看 我連片段都沒有看 萬成長坡 究竟這場是怎樣 其實我最關注你的體力度 究竟體力度去到哪 但原來你這麼快開到紀錄 就看不清楚 為什麼呢 你開了紀錄之後 可以 尤其是這麼高 可以 留住來踢 你不是說 如果你還是0比0 或者我落後 要死過 取得厲害 那就 差很遠 那你霍頓那些已經大熟 不用說了 阿仙奴是比較難踢 他接著就是要這個星期到二次 如果過了二次這一關 差不多是最大的一關 但你是否當搬尼茅夫沒有到 萬聯呢 萬聯我會入場的 好 我入場 萬聯那場坡 所以到時萬聯到阿仙奴的時候 如果大家看到 有人拍到 有人被人逼出這個球迷區 那個就極好 好 因為我買了這個萬聯球迷區 我穿著阿仙奴去 你要 不讓你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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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行不行 但是你進去 你大叫 都可能會被人請走 是 因為真的 他怕你們真的會打 你要找阿仙奴去拍照 又有 那我兒子跟我這樣說 我真的想試一下 我真的想試一下 你真的會打糕我 但如果真的會打糕我 我就大了沒有 因為 因為 上新聞 不是 那些鬼佬 不是 那些鬼佬這樣想 不是人敢躺 跟你說出球漏 為什麼你真的不夠去抽 因為我跟鬼佬打過架 不是 因為我跟鬼佬打過架 如果你說二三年前 你都想看 你進去 你明明是捧阿仙奴 你都要扮在萬聯 在萬聯球迷區 我沒有辦法 我買不到阿仙奴球迷區 那你跟著就 萬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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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聯不難 如果純粹二波 那個論波 其實真是萬聯 其實一點都不難過 我不會覺得萬聯 難過過 什麼萬聯 萬聯 他輸給今時今 你對萬聯就 你拿不到管閣 不應該拿 是不是 好了 你了 我沒有理解前日他對 石非戀 石非戀 你了 你哪有這麼奔舟的 我真的沒有見過 我真的看萬聯 我從審時代看 我不是失笑過 我都沒有笑過這麼誇張 不是說什麼 最主要是那些戰意 你眼神 那些眼神很像 你了 很無奈 你這樣做什麼 好 最後一場 我們對愛華頓 愛華頓 就應該沒有 老實說 你拿了完賽冠軍 所以其實很奇怪 你這個禮拜這樣做 你不能夠排除 這個禮拜二日 這個禮拜 萬成 我記得是很弱的對手 這個禮拜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 足球的東西 我直接看 這個禮拜 是 如果你在萬聯區 叫阿仙無正 還要兔舊會受影 突救你 曼城 作客森林 難道會失分嗎 實在沒有什麼可能 但雖然去年就是失手分給新郎 不知道失兩分 好嗎 跟著曼城對狼隊主持 作客富銜 對葉次 最後一場對韋思銜 但其實是容易打一些之外 你是不是真的容易打呢 所以 今早就非常緊張的 就算李物浦 理論上我昨天說過 人們去出局 我就不敢說 問題是他現在這樣的狀態 因為你 阿仙奴萬成 和一場 不期啊 不要說輸 那李物浦又可以想回來爭歌 但問題是李物浦 如果繼續這樣的狀態 是否能贏到呢 長一長 好了 非常緊張的 我昨天見到一個訪問 安達臣 大家應該再細緻的事情 我就不說了 譬如他曾經是這個 羅威出身 曾經是這個德格的神社手 但是我真的不是很熟悉他 原來看回他的資料 他爸爸職業球員來的 媽媽是國家隊的手球名將 OK 所以其實他呢 從小到大的運動細胞是很好的 手球 冰球 田徑 曲棍球 全部他都OK的 但是吸引了他的足球 那八歲的時候他就決定呢 加入足球隊 他說在羅威其實足球是比較難搞的 因為那時候就不同 現在有些發熱線 一年呢其實最多只有五六個月可以踢球 不過平時在雪地上呢 他不知為何就是喜歡踢球 那很快呢 因為可能他 就是運動細胞好 十歲呢 吸引了屋家鄉的球隊 給了一份合約去 那當然其實那些是學徒合約 那其他那些就怎樣 在羅威打上來 就沒有什麼值得好講的 那他收了很多邀請了 現在開始慢慢去到奧斯陸 效力一隊叫做華拉倫的球隊 那當然他們不熟 華拉倫加的球隊 但是這個華拉倫加的球隊 他入球率呢 在22場實在23球 那時候歐洲球會就被受注目了 那有記住 我們就經常看著英格蘭啊 德甲啊 什麼西甲啊 歐洲球會的當然是 什麼丹麥 瑞典 荷蘭 他們真的那些球貪不斷留意人啊 好了 那麼他收到很多邀約啊 安達臣說 包括荷蘭啊 德國啊 英格蘭啊 他說那時候呢 他的朋友啊 家人呢 每個人都叫他加盟英格蘭的 因為很多都是利物浦 那你們相信是啦 利物浦和萬零的球迷 那個年代都是啦 但是他因為他喜歡 德國足球的風格 所以他加入了紐倫堡 那這個呢 就值得注意啦 OK 他第一季表現平平 第二季大爆發 那協助球隊第三名完成德甲 而且拿了神射手 是第一個呢 贏得神射手入外援 那值得留意的就是 他加盟的是 表現平平的 不是大球會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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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 ijd 一 他教了一對免恩師 由月祖升上德甲 現在仍是德甲的 但是球會就不太喜歡他和教練團體 於是將他們全部解僱 那是無所謂的 但是解僱剩下一個 就是那時的助教杜草 將他提升上去 他說這樣實在是非常不尊重 覺得球會是不尊重 其實言下之意如果你聽下去 那杜草都頗不尊重他 你整個團隊別人沒得做 你自己解僱了 你自己就做了上位 那我不知道他怎樣想 那杜草現在這樣拜仁 又搞過那麼多球會 但是你覺得搞成怎樣呢 我覺得他真的頗垃圾的 你問我 即你有那些人在那裏 那裏拿一個勾聯 真的拿一個勾聯 還在車仔裏拿 好了 好了 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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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 有一天 就收到電話 問他有沒有興趣 教國家隊 Corea 那一開始就想 Corea 南韓 那怎樣 那就談一下 誰知道一談 他們說是北韓 他就說 那就真的要考慮一下 因為你似乎 不是 似乎安達臣 我在城邊訪問 現在我很難說 他 對於 最經濟的國際政治 他認識的 你知道很多人是完全不理的 但是他很明顯是認識的 就是有看東西的 考慮了很久 和家人商量之後 他就決定和北韓簽約 不怕被槍斃 他說他簽約之前 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他說 我來這裡 只是因為我就是要教足球 推動北韓的足球 如果因為任何政治原因 要我和金正恩先生見面 我是不會去的 他說明白 他說明白 所以 他說 其實他雖然搞紀念北韓 他是沒有正式見過金正恩 但是為什麼說沒有正式見過金正恩 因為原來金正恩 肥仔金很喜歡看球 所以 其實 包括2018年對香港的場 我們不知道 原來金正恩是來香港 在包廂裡面看球 沒有我們不知道 我想特區政府知道的 2018年的時候 可能中央政府通知特區政府 喂 那他包廂裡面看球 我們都不知道 那場幫我 我也有印象 好了 他說北韓是很有趣的 他講 我覺得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新聞 他說所有的球員一起生活 一起吃飯 一起訓練 每天做兩課 不夠他 做過三課 反而到週末 星期五六 就回到球會比賽 他說 我教國家隊的模式 反而好像教球會 我們在一起 他們執行戰術的執行度很高 他說我教 那十二場比賽 只是輸了三場 也進入了亞洲會 決賽州 完成了北韓合約之後 其實北韓想和他續約 但是那時候 那時候 人村聯 人村聯 我想南韓的職業 又找他去教 OK 好了 同一時間 他又收到香港職種 叫他用主代表 就是主隊代表 他就想 你老鼠 什麼 他說在南北韓的時候 他在教人村和西北韓國家隊的時候 因為要經常接觸亞洲足球 所以開始會留意一下亞洲球員 但是留意他不為然 就留意日本 甚至乎中國 甚至乎泰國的聯賽 看看有沒有什麼 香港是較少留意的 你說慘不慘 但是 在教北韓期間 因為來過兩次香港 就是2016年的東亞杯 和2018年亞洲杯外圍賽 所以對香港有些印象 覺得這個城市很繁榮 他印象不錯 他說如果不是那兩次 跟北韓來過香港 他是未必會接受香港 只是2021年比較over 誰知道來到就有疫情 他說 真的難了 為什麼呢 進入疫情沒有比賽 看不到球員比賽 怎麼選人呢 他說 不過有趣的是 他說 潔志利文東方 在疫情的時候 都要參加亞洲協盃 所以他就唯有看那些比賽 看這幾支球隊 他說 好在 潔志利文東方 都差不多是最強的幾隊 那就實在看這幾隊 他說 接著他的故事 以熟能場 他說最重要的是 晉級這個 亞運之後 不是亞洲杯 是亞運 打下四強那次 他問球員 他說 想不想進步 其實我想說一下 你回他出來 他搞十幾場 他贏了幾場 他贏了幾場 贏了六場 輸了七八場 兩三場 其實你只這樣看 那個成績 就是勝負率 並不量例 但是為什麼這個功勳教練 第一 他真的在亞洲杯裡面 亞運裡面 入到四強 亞洲杯決賽手 又入球 衰敗不容 最重要的是 改變了整隊香港隊的 球風 和士氣 精神面貌 人們經常說 香港隊的控球率 還不夠多 全球率還不夠多 那些我們是要追求的 總於 但是 你看自香港平時 什麼系統 什麼 每個星期的球會 訓練 沒錯 最新的球員質素 去到哪裡 西哥是怎樣賠用 還有 那些也是 不能改變 精神面貌之前是怎樣 執行戰術之前是怎樣 你是看那裡 鬼不知 喂 控球不夠啊 射門不夠什麼 鬼不知 即是在香港的 即是職業球會的管理 都很差 你現在說 就算結智 就算結智 有心搞 有錢 吳老闆 你們兩個場地 那些年輕人 有幾個作下場 就是 好了 那麼 那麼 他說 他跟他們說 他說 球隊想不想進步 如果想進步 在這年半期間 他說 他希望有新的踢法 可以提升水平 OK 那麼其他的故事 我們都不講 他說 現實一點 即到現在 他說 我也不會輕易這樣說 要帶領 球隊 港隊進身 再次進身 亞洲杯 或者世界一杯 我只能夠盡全力 幫球隊進步 他說 我們的團隊 每天回到社時 都會留意著海外 有香港隊資格的球員 他不可能 可以隨時邀請進入港隊 但是始終很多人 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說 不想申請特區護照 而在週末 我們都盡可能 看完大部分聯賽 真的很痛苦 他說 偶爾也在中國大陸看 有港隊球員上陣的賽事 他說 畢竟我們有幾位球員 在中超和中甲發展 你要留意他們 這樣說 好了 他說 好在現在的子女大 子女自己都有家庭 他說 可以去放心繼續闖蕩 他說 但是自從北韓 開始 即是兩韓 他說 不知為什麼 去到亞洲的天理和食物 非常適應 和喜歡的 所以他完全沒有空識 我相信 如果是來自羅威的人 沒什麼理由 不會喜歡亞洲 我覺得 多久 食物和什麼都 他說 現在呢 就踢不到球 因為寬關節的傷患 但是呢 每天二十間車路和健身 因為做教練都有體力的 這麼說 他說 最奇怪的 他說 就是 他有很多體驗 因為和足中的合約 就定名 只是負責帶男子代表隊 但是今個季賽的時候 司徒文俊就帶U23參加 參加比賽 另一位教練張建峰 就移民到英國 於是 足中好像沒有其他教練 又叫他去大 就是 去亞運 其實亞運 是這樣的 那一隊 而香港最震撼他 就是英超聯的日常 他說 如果沒有香港足球 他說得好 並非完全專業 我說你是完全不專業 他說 很多球員都要兼職讀書 說兼職做事 他說 基本訓練都不夠 他說 我知道很多專業球隊大波 多數都是上週訓練 然後 球員 就下週到傍晚 都可能要教球 因為你賺錢 因為你賺錢 回其他兼職 他說 這樣 有些人正在上學 好像吳宇喜 周慈謙那些 他說 這樣看你消耗這麼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方法 去平衡那方面 就是他講得好客氣 那是正常的 古巴斯都在上學 他說 另外 最無法理解就是說 喂 喂 港隊比賽 打亞洲杯 那些球迷很熱情的 跟到亞運拿亞洲杯 他說認得了所有球迷 因為你那一班 這麼熱情的 他說 但是為什麼 英超聯有這麼多人看 美斯尼也爆了場 但是為什麼聯賽 都這麼少人呢 哈哈哈哈 他真是最令他震撼 他說 他戴了很多場球 他說 好像剛剛 剛剛 我忘記說 剛剛那場 李文 大埔 他說剛剛 那場U23 U23 贏了個球 去東方 看台場面只有143人 他說 為什麼 你明明很支持港隊 你們這些人 為什麼 港超只有143人 明明英超 美超 很多人在 他說 他說 現在香港的超級聯賽 只有五、六支有競爭力的球隊 他說 如果賽制上面安排這麼多強隊 對女孩會增加吸引力嗎 他說 南韓聯賽後期 分爭標組 互急組 還有聯賽必須安排兩位U22球員上陣 即每一場賽事 令到即使有經驗的球員都會有壓力 我覺得這些是全部可以做的 但是 唉 我真是不想說 去跑江湖 你看到上個星期 如果你有什麼球證 有沒有 露燒 如果你有什麼 那種的行政能力 是怎樣呢 就像環境局那樣 你找人來試那些 炸餐可以這樣 安達臣 你就廢虎之言 我們相信 但是你的意見 其實 我們本地球迷 本地在逐漢獄的人 說了幾十年 都是在說這些 老實說 你問我有什麼辦法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換了足總 唯一就是 不是換了足總 要重新架構 我的足總 就是 你足總最麻煩 那些熟會 又有這麼多熟會 但都不重要 其實如果你搞聯賽 其實都可以搞好些 換了足總之外 其實你問我 我都真的覺得 有足夠的那個 就是 倒了本地球 這個是一個契機來的 不一定可以大肥 是一個新機來的 有人說 打架球 那現在都照樣打 你不倒都 是不是 打我就拉高去 倒了本地球 吸引多些目光 多些人不認識 都是不認同的 一件事 他走出去 喂 馬仔 叫你 好球 你這個人都不認同 多些人叫你 走出去 都不知同不同 那個男人 是運動員來的 小女兒 好像有些學業一樣 都無緣一樣 都不是香港踢球 運動員 香港 全職運動員 很難得 你還玩什麼運動 有沒有錢 我只認識李麗珊 我認識黃金寶 還在講Agro 那些 他去 教踢球 都不敢說踢球 什麼事 你們兩個 怎麼想得年輕人 是吧 下星期再見 拜拜